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但是在所有恶魔之中 我吉尔罗便是半神以下的最强者 别说是区区几个超凡 就算真有一个两个的半神能进来 我也能够全身而退 吉尔罗 我可要警告你 收取灵魂的仪式就要完成 青铜神关很快就会苏醒 如果因为你的情敌耽误了陌生降临的大事 到时候 你就是罪该万福 大人 大人 刚刚得到消息 乌郎的据点 好像已经被人攻破了 啊 乌郎败得这么快 来了几个人 对方只有 只有 只有一个人 一个人 真是不自量力 此处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是 好 怪不得 二人 他 还 有 是 是 是 试 。 试 试 都是我的错 让二位姑娘受伤了 哪里 是我冒失 小看了那帮恶魔 多谢陈公主 好 你们是为夏族浴血 无须剁离 现在感觉怎么样 没有大碍了 之后我再自行调养 不劳陈公主费心 卓衣的伤怕是伤到筋脉了 最好去水源道观修养 既然如此 那就辛苦长风起事了 好 还请卓衣姑娘 随我走一趟 这次太惊险了 清醒捡回了条命 和静秋在一起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长风起事何出此言 我的意思是 我等一定会将你二人治好 放心吧 想不到那小型超凡世界里 既然有五阶恶魔 我们也是措手不及 五阶恶魔 没错 就是那 那害死灵叔姐的红色弯角恶魔 想不到 他竟然还活着 竟然如此巧合 但是你们两人与他交战 虽说未必能够获胜 但赵礼也不至于此 难道是在那小型世界里 还有什么变故 说来奇怪 那恶魔似乎有备而来 就等着我们自投罗网 有备而来 难道真是赤秋白 老师 他怎么了 此前血阴与魔警处 激占那乌云火魔神 和赤秋白二人合力 却还让他成功逃脱 我就觉得有些不对 如今又是赤秋白 首先发现了这个小型超凡世界 接着你们进入探查 就遇到了五阶恶魔的伏迹 接二连三如此巧合 难道不蹊跷吗 不 不可能 老师怎么可能与恶魔勾结 还 还故意引诱我和卓一君赴死 我不相信 剑秋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是在这一次的恶魔入侵中 种种迹象都表明 我们新火宫 一定有他们的间隙 我虽然怀疑赤秋白 但是也不能定论 不过 如果是真的呢 我们心里要有数 如果他真是叛徒 日后必定会露出马脚 今日我和你所说之事 万不能和他人竖起 切记 这座宫殿看来 就是这个恶魔巢穴里最后的据点了 好强大的气息 好强大的气息 很好 很厉害 看来你就是这段时间 被反复提起的东博雪英 确实有两下子 不过可惜 你的威风已经到头了 我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什么叫真正的恐怖 看来你就是这里的主人了 真是可笑 你们这些恶魔 要是真觉得自己有多么强大 又怎么会费尽心思 躲到这里来铸巢呢 怎么 以为找了一个小型超凡世界 就可以安然无虞吗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 这缩头乌龟 也不是那么好做 狂猫 是的 是的 对 好快 同样是五阶恶魔 他确实比乌郎强大不少 现在想跑 来不及了 好 我和你的游戏 才刚刚开始 想不到这一次 只有我们两个人 总算没人来打扰 我俩快活了 可别松懈得太早 传颂的时候 没有听见 时空神殿的指令吗 这一次可是困难级 只比最难的 第一预级 第一一级而已 我一向天不怕地不怕 其实这一生 只怕一样东西 是什么 怕失去你 我 真是奇怪了 时空神殿这一次的任务 是在东坡雪阴这个凡人手里 保护基尔罗这个五阶恶魔 可是五阶恶魔 面对区区一个超凡 怎么会需要我们轮回小队的保护 没错的话 眼前这个五阶恶魔 也是被东坡雪阴所击杀的 虽说恶魔之间就算同为五阶 实力也可能有天渊之力 但是既然是时空神殿的难度平级 那就绝对不会错 这个基尔罗已经危在旦夕了 讨厌 还以为这一次可以快快活活游戏一番呢 赶紧动身吧 我已经感受到了一股强烈的力量撞击 应该是基尔罗已经和东坡雪阴开始交战了 如果不快一点赶到万一任务失败 我和你也要跟着一起万切不复 哎呀紧张什么 我们两个既然出手 弄死一个超凡 还不是像暗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仅此而已嘛 水火焦龙炸 他恢复得好快 这不死之身的恶魔之力 的确麻烦 小子 你确实有点实力 怪不得能击退无云火 也让炎泽大将军都对你如此在意 想必我要是除掉你 魔神大人必然会对我轻言有加 像 你死到临头 居然还在这儿吃人说梦 我承认你很强 如果你进攻的是其他小型超凡世界 可能确实可以来取死 像乌狼这样的五级恶魔 根本奈何不了你 但是你运气不好 我是五级恶魔中的最强者 半身一象 我就是五帝 你这渺小的虫子 烧死吧 你这渺小的虫子 一个超凡 怎么会有如此强化的二品真兵 起点穿套 小哥哥 能耐挺大吗 现在轮到我们来陪你玩玩了 是什么人 好凶哦 人家怕吗 你说他都要死到临头了 我们要不要告诉他呀 小乖乖 不怕不怕 你就是东坡雪鹰吗 你知道 是就好 那小子 就让你死得明白些 时空神殿知道吗 时空神殿 难道你们是轮回小队 哎呀 小哥哥知道的还不少吗 不错 我们这一次的任务 就是在你的手下保护吉尔罗 你需要话 我还需要你们保护 轮回小队 据说是时空神殿下属的任务小组 完成神殿指派的任务 就能获得大量的奖赏 但是如果失败的话 后果不堪设想 想不到这一次 居然盯上了火 吉尔罗 你需不需要帮忙我不在乎 在我完成任务之前 你就是想死 我也不能让你死 另外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区区一个超凡 时空神殿的任务平级 却是困难级 可见对你的评价很高 幻象 时空神殿果然名不虚传 但今天 谁也等不住 是 是 是